民眾因為配合噴藥 把藥匙交給里長 結果一回到家 整池30多隻的井裡 全部被毒死 質疑噴藥前 沒有告知藥信 也沒有提醒 要用不蓋住魚池 甚至事後還收到 魚池有解決的罰單 屋主更火了 養了一池的魚 都有過濾 怎麼會有解決 衛生局接獲了投訴 致歉會協助受害屋主 申請補償 消毒人員穿全副防護裝 頭戴防毒面具 手拿噴槍地毯式噴藥消毒 因為台南市登革熱確診 已經破320例 市府加強清消卻發生 屋主回家驚呆了 魚池中井裡 總共30多隻 全部翻渡在水面上 懷疑全部被毒死 屋主因為剛從國外返台 工作忙碌 把藥匙交給里長 回到家養了4年的井裡 卻全部死光光 感覺上 他們處理的人不專業 噴這個藥的時候 你應該了解藥的藥性 屋主氣炸了 質疑噴藥前沒有告知會毒死魚 如果早知道 就會買塑膠不蓋上 更傻眼的是 事後竟然收到魚池有解決罰單 可以罰3000到15000元 魚池每天都在清理 有在過濾 養很多魚怎麼可能會有解決 噴藥毒死一整池 警力責任算誰的 其他有經驗里長說 自己有一套SOP流程 一般寵物暫時移到活動中心 開冷氣安置 如果是水裡的動物 會提醒要加鈣 一小時內就能噴完藥 先用我們的塑膠布 或者一些板子 先把魚缸那邊先蓋起來 接獲消息聲表遺憾 已經派員到民眾家提供 防疫損失補償金申請表 給民眾填寫 也會要求第一線人員 噴藥前再次確認寵物安置狀況 以免被誤殺 惹民怨 記者來觀察王樹宏 台南報導 隊長 1 天 1